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欢迎收看 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林可盈 今晚的主要新闻包括 政府允许西九管理局 出售住宅发展项目 解决财务问题 预料资金够营运大约十年 中学民同市放榜 本届有十个状元 其中八个是超级状元 六个越南人在曼谷一间酒店 三挨中毒死亡 警方相信是谋杀和自杀案 涉及有人头之失误 详细内容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有条件同意西九管理局 改为出售西九第二区住宅区项目 并且保留全部收益 以解决财务问题 估计可以应付到未来十年的营运开支 有測量师估计 按照目前的市况 相关项目的地价大约值150亿 最新获准出售的西九第二区住宅区项目 总楼面面积上限大约是17万平方米 现在仍在一个地盘 部分地段是临海 有測量师估计按目前的市况 相关项目的地价大约值150亿 根据最初政府和西九管理局的协议 这个项目 连附近的酒店、办公室项目 全部要以建造、营运及移交 也制BOT的模式去推展 西九管理局会向中标的私人发展商 收取前期款项 并且摊分合约期的租金收入 用来维持西九的营运 不过因应截至今年3月 管理局现金结余大概是52亿 并且预计明年年中会用尽 经过近一年的初商 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 批准有条件允许西九管理局 改为出售当中的住宅区项目 并且保留全部收益 预计的方案可以给西九管理局 有足够的资金营运大约10年 与此同时西九管理局会利用 这个宝贵的时间 充分利用它累积的经验 专长和资产制定和实施 创造收入和商业化措施 不过管理局要符合四个条件 包括每项住宅项目的招标时间表 要获得发展局的同意 亦要咨询当局 抵价离定机制等等 要设独立的指定银行账户 来存放相关收益 以便监察 亦要严格遵守 多项财务纪律关键职效指标等等 管理局强调BOT的模式 已经是不合时宜 过去都试过几次流标 估计最快要起好地阔 才可以就项目招标 相信会分两批 地库的话 我想 你说的假假地都两年 我估计 两年后才开始说这些几次卖地 所以我相信这是有一段时间 我也希望香港整体经济环境 在这两年后会有所改善 如果不是的话 我相信我们都会未临到多大的困难 不过知今年明年就会断 怎样解决呢 唐英联说这段时间要靠融资 相信今次政府有清晰的决定 较容易达成 不过卖断住宅项目 酒店、办公室项目就维持BOT 十年之后管理局是否能够按政府所愿 自负盈亏呢 对现在整个西九的运作模式 和它的成本 比几年前我们更加有一个 更加有一个深欲的了解 未来几年会是一个时间 我们再会就着它的运作 再有一些新的措施 他就说未来会密切留意 以营运状况 母纤电视记者陈家印报导 西九管理局说 会全面检视有什么开源的方式 包括出租更多场地 有立法会议员说 不担心西九为了增加收入 成为地产项目 有经济学者就质疑 本港现在文化艺术氛围不够浓厚 难以大幅增加收入 有必要加强 要营运整个西九文化区 开支旁大 除了卖断住宅项目 还有什么措施开源呢 我们是会全面考虑 所有收费的模式 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场地 可以出租的 出租场地 我们的收入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收入 当然还有门票 其他东西 西九管理局说 明年下半年落成的 南面登昂设施 将会配合旅游和酒店业界 开拓新的旅游产品 同年员工的演艺综合剧场 都可以举办更多会议 和宴会增加收入 而西九国的主要场地 和小型设施 也将会透过命名来酬款 本身是城市规划师的 立法会议员林小路说 不担心出售房地产项目等等 会令文化区变得商业化 你扭转不到故宫M加气曲中心 已经是很明显的 香港的文化地标 亦都这些的战设 在世界上 有一定的排名吸引力 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分担心 就是房地产的部分 是否会开过原有文化方面的特性 有经济学者质疑 卖住宅和其他开源方式回报有限 但是西九现在真的错过了很好的一些时间 真是不太清楚 你现在谁需要钱 不是紧急的钱 你可能会因为心急 会不会卖了之后市起 收销很多钱 因为西九那里不大够钱 你每年说十几亿这样的话 那你除了你收到文件之外 你找赞助商业机构 都觉得这条数不是那么容易 你没有一个气候 没有一个人口 这些是着重艺术的话 根本就没足够的观众 消费者去支持 他认为有必要加快推动 本港的文化艺术氛围 母思尼茨记者 侄月文报导 全体下中学文彭市今天放榜 全港四万多个人校校生 大约四成三个人校 获入独资座大学的最低要求 教育局说专上院校和培训机构 提供超过四万六千多个学颜 有升学辅导机构预料 考获二十分或以上 有机会入读八家资座大学 努力过成绩又怎样呢 沙田这间中学派成绩单一刻 又人喜极而忧 我现在的高约有二十六 所以应该救我想入的课 我有兴趣的是英文教育 或者学习科学 英文以为我失手了 因为认识也难 我自己觉得 但最终也有五星星 也有考生成绩都未如理想 本来本来想读达比较大 现在想读到都是大学 有些失望 今夏有17638名日校考生 在四个核心科 加两个选修科 考获332A22 符合入读八家资座大学的最低要求 学友社预料考获20分就可以入到8间资座大学 如果校生想改大学联招志愿 可以在星期四至六在指定时段在网站修改 联招结果将在下个月7号公布 除了13000个联招资座学士学额 全港也有3万多个自资学士和副学士学位 有考生到斯立大学红校运气 校方说目标修身大约1700人 已经修超过7000份申请 预计最终申请教去年多六成 除了事迹之外 在面试的时候也要想一想 告诉我们为何这间学校是适合的 以及为何这个学科是有兴趣 本港大部分专上院校报名期都在8月底截止 而除了本地学生寻学校 有内地高考生也来香港报读专上院校赴学士课程 机会多一点 又想见一下以前框着 跳出以前框着自己的小鹿 行政长官李家超勉励考生 无论成绩怎么样 未来都充满机会 教育局局长蔡若连就鼓励考生 要有自己的梦想 无线电视机就一顿热认不得 今届文憑史由8间中学诞生10个状元 其中8个是超级状元 不少都指向读2科 在西湾河的香港中国妇女会中学 诞生第一个文憑史状元 来自基层家庭的姚俊义 考获6科5星星和公民科特标 她说拿到好成绩要靠自己 我都没有特意出去补习 资源不算多 我小时候也有看过不少的医疗剧 就对E4产生了兴趣 我自己就是一个会发掘不同问题的人 我是一个问题少年 性药室书仰 亦都第一次出文憑史状元 廖俊祥在数学延伸部分都考获5星星 是8个超级状元之一 今届唯一的女超级状元 就来自英华女校 医生都是一个可以接触到很多人的职业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想做的 因为小时候可能都有家人患病的经历 令我都觉得医生其实是比除了行医之外 更加多的是为病人提供一个 mental support 那萨书院除了想读中大医科的状元 也有一个超级状元 想到英国伦敦帝国学院读数据科学 其实数据一些的AI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即使去英国发展其实我都很期待 或者我都很想回来香港 是贡献我们自己的社会 姓保罗男女中学有两个超级状元 一个就想读经济 生活是一个家境不顺略的家庭里面 但是我父母他们谈尽很多事情 他让我学很多事情 入到一间很好的中学 去令到我今天有这样的成绩 我就想 怎样才可以令社会分配的资源 来说教育医疗变得更公平 拔萃南书院也有一个超级状元 同样计划流港独医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不得 有时间, 回来还会不得 书展开幕 有书商说市民不上消费 或者影响销情 期望生意额和去年差不多 美国据报几个星期前 已经接获伊朗密谋杀特朗普的情报 伊朗否认指控 书展今天开始一年七日举行 不少家长都带着子女到场买书 因应市民北上消费热潮 有书商特意推出内地旅游书 也有书商说北上消费 或者影响销情 有针对内地书迷做推广 期望今年的生意额和去年持平 一年一度的书展在湾仔会展举行 早上未开门已经有过百人排队 一开门书迷就赶入场 为的就是买到心头号 有小学生更加要打烂他的猪仔钱 算是一年 那要买多少钱的书 二百至三百元左右 用自己的钱他自己会珍惜 今年才来的 培养学读习惯 还有让他见识多些其他不同种类的书席 不少市民近期北上消费 有书商也迎合热潮 很多人之前都问过 我们何时出中国线的旅游书 我们都筹备了大概三个月左右 特意为了今次书展而出 也有书商说市民不想消费 或者会影响销程 希望有内地书迷南下光沉 期望生意额和去年持平 做一些书的推介直播 都针对国内的读者 同步就是我们港人不想 也希望国内人来香港参加书展 可以做到条数 书展的年度主题是影视文学 担有文艺囊和影视区 最受欢迎的是 还原九龙城寨场景的模型 真的做得很像 所以这里有很多回忆 因为小时候在这儿大 在这儿走来走去 今年书展成人票价和去年一样 都是30元 如果市民想比较便宜一些 就要早点起床 因为中午12点之前入场 成人和小童的票价都是一样 只需要10元 三岁或以下 65岁或以上的长者 就可以免费入场 母线的记者 留传狱报道 一个女同五月到人制医院联针 期间心脏一度躁停 现在情况仍然危体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说 医管局内部已经更新相关程序指引 也已经指示医管局检讨整体制度 9月底需要提交报告 一个四岁女孩五月在家跌身 后脑有伤口 当晚去到人制医院急证室 护士帮她逢了三针之后 随即被发现无默薄 大约18分钟之后恢复心跳 临床诊断是缺血性脑病变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再次就事件 向女童和家人慰问 强调已经更新儿童治疗的指引 劳总贸佑说 已经指示医管局就公立医院管理 和结构性问题展开独立检讨 包括总办事处 医院联网 医院部门和员工 牵涉亦是众多方面的 管治 考核 问责 运作 风险控制和合规性等等 公立医院系统管理检讨委员会 成员来自不同的背景 将会在三个月之内 即是9月底之前 完成检讨和提出改善建议 给医管局大会 他说局方会按报告各层面的建议 采取后助行动跟进 提升公营医疗系统服务水平 调查他们是青化物 即是山埃中毒 警方召开记者会交代调查进展 说相信是其中一个美籍女人 落毒杀死五人之后再自杀 他星期一在房点餐之后 酒店的闭路电视 影响到五个人先后入到他间房 但没有再出过来 酒店人员第二天发现他们过了时间 还未退房 于是进去打数 揭发了案件 警方说房里面的食物没有吃过 部分还用保鲜纸包住 而六只杯里面的饮饮被人喝过 杯底有类似粉末 化验之后证实是山埃 验尸结果也证实死者血里面有山埃 警方说六个人是债主 欠债人和担保人的关系 包括一对夫妇 夫妇给了数以千万计泰珠 给其中两个人 包括美籍女死者在日本建医院 但有人投资失误 相信六个人到泰国去谈解决件事 警方说七个人登记周末 入住七楼四间房和五楼一间房 订房的剩下一个人 是其中一个死者的妹妹 上个星期已经离开泰国 相信和案件无关 曼谷外里湾军月酒店的官方网站 搜寻今次涉事的花园别墅房营 由七月到八月 即是整个暑假旺季都订不到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在曼谷报导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再度延伸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安排他的党内初选对手发言 以突显党内的团结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星期二在威斯康星州 密尔玉基举行第二日会议 日前在遇食案中 又已被枪伤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星期二继续用沙布包着耳朵到场 第二日的会议 焦点是要凝聚党内团结 安排了多名在党内初选 输了给特朗普的挑战者上台发言 曾经共和派批评 特朗普不适合做总统的 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黑地 赞扬特朗普任来政绩 又呼吁选民 不一定要百分百认同特朗普 才投票给他 订阅 佳契 總冘 特朗普是困难的 一强的总统没有开始战争 一强的总统准备战争 据报特朗普在上周六的预食案之后 亲自致电克尼 邀请他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以团结共和党内部 路透社也报道 克尼原本未获大会邀请发言 但最终安排他在黄金时段发言 同样曾经在党内初选 与特朗普竞争的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蒂斯 紧接克利之后发言 特朗普这次大难不死 呼吁民众支持特朗普重返白宫 至于获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 在俄开俄州参议员曼斯预备星期三发言 特朗普就会在星期四的大会上发表演说 接受提名 特朗普的大子唐立德 接受政治新闻网站Axio访问时 说花了三四个小时和爸爸 爸爸商讨发言稿的内容 帮助他修饰措辞 又说爸爸遇食之后性情变得温和 路透社星期二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在特朗普遇食之后 八成受访选民 无论是属于共和党或民主党 都同意国家正是失控 有八成四受访选民担心 极端分子会在选举之后 做出暴力行为 较5月时候的民调上升10个百分点 另一行星期一公布的民调就显示 特朗普遇食之后 以四成三的支持率 轻微领先对手 现任总统拜登大约2个百分点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而外电引述美国官员报道 当局在几个星期前 获释伊朗密谋暗杀前总统特朗普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否认指控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遇食案 再有更多片段曝光 有民众发现枪手在屋顶上 立即通知警方 但最终未能阻止枪手开枪 警员抬走现场其他伤者 华盛顿邮报报道 经过被对目击仔的影片 指出在枪手开枪前的86秒 已经听到有民众向警员示警 用了两至三分钟的时间向警员解释 一名警长向华盛顿邮报透露 案发之前有两个警员收到指示 表示有一个可疑人物在天台上 其中一个警员爬上屋顶查看情况 但由于他捉住屋顶的边缘 没办法开枪 当枪手拿枪对准他的时候 他为了自救 唯有放手跳下来 之后枪手就朝着集会现场开枪 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 当局在特朗普遇试的前几个礼拜 曾经收到情报说 伊朗密谋暗杀特朗普 已经加强对他的保护 今次特朗普遇试案 和来自伊朗的威胁无关 罢工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 多年来一直追踪伊朗 对特朗普政府官员的威胁 这些威胁源于2020年 特朗普下令击杀伊朗革命卫队 高级将领苏来曼尼 伊朗曾经多次誓言要为他报仇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否认指控 批评是毫无根据和具恶意的 又形容特朗普是一个罪犯 会随法律途径检控和惩罚他 无线电视记者方却未报道 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中共20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 多个官媒说会议关于深化改革的讨论 将会为全球带来新机遇 又强调中国的改革不会硬套西方的理论 今次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准一部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日报》星期三的头版发表著名文章 形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 是一个系统原备 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 强调要准一部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就要把握这个论述的理论特质 将它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 又说曾经有一些敌对势力 和别有用心的人 将改革开放定义为 往西方普世价值的方向改 否则就不是改革开放 文章就引述习近平曾经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和有原则 不可以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 硬套在中国身上 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环球时报》也发表评论 说面对外部危机 有些大国不负责任地选择向外推责 而中国就没有将自己面对的新问题 归咎于他人 而是不断自我革新 和世界共享现代化成果 又说今届三中全会 不单止会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画出新蓝图 也都为希望开拓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 带来新机遇 认为外界有理由期待三中全会的成果 除了在更高水平上 令中国和世界的互联互通加速升级 也都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合作 潜西捕鸡市星期二开始暴雨不断 24小时降雨量打破了历史记录 多处租洪水冲毁 陆路交通受阻 暴雨之下捕鸡市市面严重水浸 泊在路边的车被洪水冲走 内地传媒报道 多个行人一度被洪水围困 获救那阵门身泪淋 潜西捕鸡市星期二晚连续三个钟下暴雨 由星期二早上8点到星期三早上8点 24小时降雨量有182.4毫米 打破当地单日降雨纪录 而潜西捕鸡市往年7月平均雨量只有104毫米 星期三早上部分地区洪水仍未退去 有地方暴满淤泥 多架私家车死火 恶劣天气之下陆路交通严重受阻 星期三全日 至少有70班途经捕鸡火车站的列车停运 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对陕西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预料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会持续至星期六 今年11岁的国家滑板运动员郑好好 接触了滑板四年就拿到奥运入场券 成为巴黎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年轻的运动员 一起看看她的经历 上个星期先小学毕业的郑好好 今年暑假盈利特别日务 就是代表国家队量上巴黎奥运滑板赛场 在国家运动代表团中 有很多优秀的大哥哥大姐姐 我只是一元小将 但我也要为国衷张 去为国家公持荣誉 在滑板场上挥洒自愈身手灵活 郑好好是七岁接触滑板 九岁就代表广东队参加全运会 去年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上个月底更加取得巴黎奥运资格 出战滑板项目女子碗池比赛 是巴黎奥运中国国家队 最年轻的运动员 被外界形容是天才少女 也不能说炫耀 就是一点点天赋 然后也没有说99%的努力 就是感觉都是一玩都在玩 在玩的过程中学习 他说希望在奥运认识更加多的朋友 也都可以达到自己预期目标 我就想进前十六 但是只要我把我的动作发挥到最好 然后我就感觉会没有遗憾 不过面对艰苦训练 天才少女也都难免流露童真的一面 你要是正跟朋友玩的开戏 然后要让你比赛 你会想多多运 我会很难受的 我说我无语了 妈妈今天比赛 现在好 巴黎奥运是继上届东京奥运之后 第二次有滑板项目 满池比赛将会在下个月六日到七日举行 近年内地不少学生趁着暑假期间接受整形美容 有报告显示 内地的医疗美容市场 消费者年轻化趋势明显 和社交平台的推广有关 内地部分美容机构推出暑假一维活动吸引客户 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在暑假尝试整形美容 因为有多些时间恢复 并且希望以新形象迎接新学年 那个肉毒素 可以瘦脸的那个作用吧 觉得好看 有内地传媒报道说 学生群体更加倾向轻衣美项目 好似光子乱夫 注射美容针等等 割伤眼皮 龙臂等的外科类项目也都比较热门 由医生提醒 由于部分医美项目有创伤性 学生接受治疗之前 要和医生详细沟通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发布的行业报告说 医美年轻化趋势明显 30岁以下的医美消费人群 占总人数较五成六 报告也自出 社交平台有大量相关推广贴文和影片 影响了年轻人群的选择 随着中国陆续增加棉签国家 外国旅客来中国旅游成为潮流 不少都是第一次到访 又是北京落地生根的外国人 就为旅客提供本地深度游体验 也会教他们怎样用手机支付等等 住北京记者叶子华去看过 这日下午 这个波兰旅行团来到参观鼓楼和中楼 大部分人都是首次来到中国 今个月起 中国对波兰、澳洲、新西兰 施行免签政策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去中国 无计券,非常好 我认为主要是历史 但现在中国的观看 也非常有趣 我想来中国 我感到中国艺术、文化、文化、 文化、观众 中楼和鼓楼是另一个受外国旅客欢迎的景点 在古时就靠中楼和鼓楼享中名古布市 而在我后面这栋鼓楼就在明代年间重建 旅行团在中国的行程十日 首站在北京 之后会前往上海等的城市 也有旅客喜欢不一样的深度游 体验地道北京生活 在旅行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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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之前在这里有主要是行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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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起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 5月中坐邮轮来到中国的外国旅行团 也可以免签入境 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 全国入境外国人有1463万5千人次 其中免签入境的有854万2千人次 比去年同期多近两倍 有学者建议要加强业界培训 光是语言还有各种风俗习惯 比如说有一些宗教不同的人 还有不同的游客来以后 它有不同的需求 那我们原来可能有一些酒店 可能就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接待国外游客 他又说新冠疫情期间 很多服务境外旅客的导游已经转行 未来可以增加人走 应付更多外国旅客到访 母线年事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这次是《中国港带来》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财警消息 设立之后政府第一幅招标的住宅地 沙田小匿园圆圆训为 由新鸿基地产以6亿1900万种标 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3952元 符合市场预期 地盘占地26000平方尺 最高可见楼面面积156000平方尺 预计可以提供280个住宅单位 按照卖地条款 众标财团需要负建设有60个名额的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体育长者家居照顾服务队处所 以及停车处的政府地方 项目上个星期五截标的时候 收到11份标注 恒生指数今天收市在报17739点 升11点 总成交超过1049亿 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量敦富士100指数升2点 巴黎克指数跌34点 德国Dex指数跌89点 其他消息 九岁泳手因为泳会级别 一度被拒绝参与泳总感标赛 引起社会关注 港协企奥委会 泳总和议员和泳会负责人方力申开会 会后泳总公布 将会容许不同级别属会成绩优异游手 参与錦标赛 并且承诺改革三级属会制 前香港游泳代表方力申 却救泳会一个九岁游手 因为泳会级别不够高 早前被举参与泳总錦标赛 泳总上星期六召开特别会议 通过相关泳手可以以个人身份参赛 不过方力申认为 事件存在不公和漏洞 要求泳总优化制度 泳总目前有超过130个属会 当中分为竞赛属会 观察属会和正式属会三类 竞赛属会没有资格参与錦标赛 过往升级要符合多个条件 并有上一级的观察属会退会 才可以申请 港协企奥委会 泳总和立法会议员 以及泳会负责人方力申 下午举行会议 讨论泳手出赛资格等问题 泳总在会后提出改善制度 说各级属会 优义泳手都可以参加錦标赛 各级属会将采取评分制度 可以升级亦都可以降级 并且各级都不像数目上限 目的是鼓励良性竞争 此与上述委员会 将委任独立人士加入 以确保公平和独立性 泳总是非常明白 公众对于我们的关注 并且以积极的和开放的态度去改善 以及上诉机制已经运作多年 过往未曾出现过投诉 也培育出不少精英运动员 证明制度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我们明白 今时今日公众对体育总会的期望 是不断的提升 荣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 早前是已经召开了执委会会议 决定优化制度 积极回应公众的期望 小朋友的家长其实都很希望 可以用自己的属会的身份去参赛 因为不想抹杀了教练和泳会对他的付出 另外其实我也有担心到 如果打开游泳的program里面 见到这么多的属会 但是零零碎碎见到一个或者某几个 的榮首是以个人名誉 个人的身份去参赛的话 会不会对他们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 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表现呢 港协企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说 正检视体育总会的机构管治 以初步制定指引预计9月底公布 无线电视记者林浩杰报导 距离巴黎奥运不够10天 巴黎市长跳入赛纳河游水 证明河水水质已经达标 为了消除外界对赛纳河水质的疑虑 继法国体育部长之后 巴黎市长伊达尔锅 和巴黎奥组委主席等人 亦都兑现在赛纳河游水的承诺 伊达尔锅原定上个月到赛纳河游水 但是因为法国议会选举 和当时水里面的大场赶菌含量 超出标准上限而延期 巴黎地区早前持续暴雨 污水冲入河 不过巴黎官员强调 赛纳河的水质已经达到标准 今个月26日的巴黎奥运开幕式 将会在赛纳河举行 之后将会举行三项铁人比赛 和马拉松游泳等的赛事 今晚的7点半新闻报道完了 接着会有天气报告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